明偶風雲回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收聽 多謝各位支持 本人陶傑的Patreon 和白偉聰的Patreon 也非常感謝各位 歡迎各位陸續加入 這幾天過了10月7日 巴勒斯坦哈馬斯恐怖組織 襲擊以色列一周年的紀念 現在以色列仍然似乎是岸兵未動 並未如像外界那樣想像 在一周年的時候正式向伊朗開播 反而進一步對黎巴嫩 最重要的就是 一年三次 擊殺了真主黨 升上來的總書記 現在由副總書記 再放上去 他竟然辭職 宣佈退黨保平安 這也顯示到這些恐怖組織 那種外強中肝和色黎內淫 內坦也胡乘機向黎巴嫩的人民發表演說 這個演講自在 將人民和恐怖組織和真主黨的政權分開 好了 鮑先生 你有沒有聽過最新 內坦也胡的鐵血型 強人領袖的演說 我還在外面 在酒店房裡面 昨晚在亞洲的時間 我收看CNN的播營 看到立坦也胡 不抗不悲 也帶一些霸氣 向黎巴嫩的人民 去宣佈告 首先他就說 最重要是 他會擊殺這些任何繼任真主黨 接班人的目標 他也說得很困難 他會擊殺繼任者 或者繼任的繼任者 甚至繼任的繼任者等等 於是他立了一個隔殺令 其實在所謂的現代戰爭來說 也挺厲害的 這種態度 因為在以往的戰爭 如果你只是針對擊殺個別的 這些總統、總理 或者對方的政府領袖 其實是一個 違反戰爭法 但是現在時代不同 再加上科技偉大 立坦也胡是可以 真的這樣宣告 講得到、做得到 因為已經做了幾次了 他就向黎巴嫩的人民呼籲 其實說 現在真主黨 比過往這麼多年都要虛弱 還有 他們應該要取回自己的國家 因為他指出 現在黎巴嫩是被真主黨所挾持 如果他們選擇錯誤的話 其實黎巴嫩就會好像 在加沙地帶 遭受到毀滅 其實是一種 最後通跌 也不是恐嚇 因為他在哈馬斯的加沙地帶 他真的正在做一種 叫做系統性的摧毀 就是逐格的加沙地帶 遭受到乙軍的清招 其實在日前 以色列已經發動了超過100架戰機 對黎巴嫩南部真主黨的目標去空襲 亦都造成很大的傷亡 那麼地面部隊已經 據說已經有成一萬人 進入了黎巴嫩南部的境內 亦都針對黎巴嫩南部的村莊 和城市等等 似乎 好像我們以前所料 就是以色列這次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下了死決心 有一次過要解決哈馬斯 真主黨 甚至遠在天邊的伊朗的問題 可能幾十年來 以色列的猶太民族已經受救 和和平的希望和方法已經用盡 他們知道內約和平 和純粹是用大愛包容 是不能夠解決他們民族的宿命 所以這次真的用戰爭的方法 要徹底解決他們這些威脅 所以我覺得納粹亞胡 這次是禮真的 希望黎巴嫩的人 可以自己 政府 要和真主黨切割 甚至驅趕真主黨離開黎巴嫩 否則黎巴嫩會遭受沒警之災 陶先生 所以納粹亞胡出奇招 9月27日 這個真主黨原總書記 納斯魯拉已經做了32年 終身領袖 在以色列的空襲中 當場炸死 接替納斯魯拉 成為新任真主黨總書記 叫做瓦辛 也在一天之後 9月28日 24小時不足 立刻斬殺 接著10月1日 即兩天後 第三個上台 那個真主黨的新人 叫做薩菲丁 也在以色列軍 三天的空襲過程中 炸死 短短一個星期 做瓜三件 對真主黨形成嚴重的打擊 現在到第四個 那個人是誰做的 就沒有人敢做的 本來呼聲最高的是副總書記 他叫做蔡爾德 他叫做蔡爾德 已經趕快耍頭 說我沒有心做 我不想做 我想回家 誰知道不到你不做 真主黨的高層 趁著蔡爾德開會 離場去廁所的時候 以一票去廁所決席 其餘全部舉手通過 硬硬把蔡爾德擺上台 叫他做真主黨總書記 好了 現在蔡爾德 就有得振 沒得睡 以色列方面 就說 蔡爾德 你現在強制接任真主黨的領袖 沒有說你願意做 還是不願意做 你將會是第四個 被以色列擊殺的恐怖頭目 據說蔡爾德 無緣無故被人擺上台 強制他做真主黨總書記 按計 對於一個人來說 這些光宗耀祖 對於一個最高點 做皇帝 應該是開香檳 誰知道他是非常不滿 在會議結束之後 就整個躲起來 隱形拒絕回家 甚至有傳扮女人 以罷工的形式抗議 你也知道 在伊斯蘭極端的國家 是很蔑視女人的 如果真主黨選總書記出來 你去扮女人 這個職情就是對一個 那個政權是侮辱 扮完女人 一身這樣的邪氣 這些文化裡面 這樣看來 怎樣恢復做回男人做總書記呢 這個蔡爾德 出這一招 鄧記陳 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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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這個消息 被反真主黨的網友 傳出來 就不知道真是假 這個是非常極端的 這個蔡爾德 現在被迫著 怎樣也好 都已經做了 這招 就成為下一個打擊的目標 當然 你剛才提到的戰爭 怎會第一次就拿對方的名字呢 就算美國在太平洋戰爭後期轟炸東京的時候 也不會首先定點去轟炸東京的皇宮 去擊殺日亡魚人 因為這裏留下她正式宣布投降 但是在二十一世紀以色列已經仇舊 他有義務有權利不需要遵守這些世俗的規條 用他的方式直接了當 最省水省力的方式是消除恐怖襲擊的威脅 我非常欣賞以色列擊殺真主黨的頭目 他不用殺死 又不用炸死 他是用eliminated 把這個真主黨的頭目淘汰 淘汰這個字對敵人充滿了一種滅視 即是說你這個人類二次人形的生物 是沒有資格生存在這個地球 應該是淘汰在那七十多億全球人類的品種行列裏面 這個淘汰這個字是顯示到內坦也胡 那種滅視敵人和一定要一戰到底的決心 種種的消息傳來現在 我相信對於黎巴嫩已經成足在空 將他成為另一個架沙 真正要對付的就是伊朗 對付伊朗現在還沒有動手 伊朗那方面也是平息靜氣等他動手 大家就鬥拋浪頭 在很多種種未經證實的消息流傳 伊朗在10月1日對以色列發射了近200口導彈 這個時候一定會報的 社交媒體有種種的傳言未經證實 就說以色列如果一動手 將會摧毀德克蘭的伊斯蘭共和國的太空研究所 伊斯蘭共和國的太空組織 以及伊斯蘭最狼的革命衛隊的空軍總部 以及革命衛隊的指揮控制室 另外還有這些國防工業中心等等 這些全部匯聚在德克蘭 另外還有在外面的飛彈基地 地下導彈的基地 還有一個叫做 塞姆南叫做高美尼太空中心 沒有人都知道原來伊朗也在研究太空技術 不知道是不是和中國一起發射火箭 發射這些導彈之後 然後就會將伊朗這些所謂的 將來研究上太空的一獲產品 現在伊朗至少有兩個提煉油的工廠 一個是關於造核彈的反應站的實驗室 另外還有三個是油加工的工廠 這是自從50年代以來 伊朗自已開始研製原子彈 只不過在1970年那時候 還是巴列為國王當權 伊朗那時候還是稍微文明一點 加入了核不擴散的組織 加入了之後 條款也要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等等 去定期查核 誰知道1979年發生了伊朗革命 巴列為皇室倒台 高美尼回來後 全盤接管了伊朗這些軍事實驗室 這樣就麻煩了 接著他的行為是大失常態 而聯合國安理會 也在2006年通過決議 要伊朗停止在這些核反應堆和核電 這些工廠那裡偷偷摸摸研製核彈 有聯合國的決議 在前如果以色列趁這個機會 是一獲清理了伊朗的核設施 其實是對全球 對美國對歐洲 是一個貢獻 因為你現在不打也不行 你已經徹底得罪了伊朗 因為你向尼巴聯發動的地面攻勢 和連殺它三個真主黨的頭目 這就是殺了伊朗養的三隻馬仔 而伊朗已經突破了紅線 向以色列發射的200艘導彈 接著發生什麼呢 就算以色列現在不還擊 伊朗必定也用這個理由 大家都用同一個理由 去加緊研製核武器 就算不是這樣 以色列也一定會假設你會這樣 這就是博弈的理論 game theory 如果你是這樣 我假設你是這樣 我現在一定要線動手 因為大家都過了一條紅線 如果還沒有這場 10月7日這場 哈馬斯的戰爭 伊朗如果研製核武器 等等還可以拖延 但現在你已經得罪了伊朗的大前提之下 你以色列就不能夠假設伊朗 是會將那個 本來那個核加工做核彈的過程是停手的 這是沒有可能的 他一定會加緊研製 既然你有這樣的假設 他加緊研製 你現在這次又給他射了200艘導彈 所以就一不做二不休 先下手為強 這個是正確的邏輯決定 反而美國的拜登就不太懂 這些叫做Political Brainsmanship 他竟然就叫萊坦也胡不要去摧毀核設施 這些在網絡放出來的 分分鐘是聲東擊西 怕他沒有提到會打擊他的核設施 只是說那些打擊那些太空實驗室 這些我覺得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下一步 萊坦也胡製造這個願意 令到全世界都平息靜氣 尤其是伊朗 什麼樣來賣 不需要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動手 等於一個判了死刑的囚犯 在日本就是了 什麼時候處決 我不會告訴你 總之你每過一晚第二天 你過了五六點都沒有人來敲門 沒有人讓你吃最後早餐 你就活多一天 這種精神折磨 對一個正常人來說 是非常厲害的 是吧 沒錯 其實你提到 為什麼要以色列會針對伊朗的太空研究 或者叫做設施 其實有原因 如果大家都對彈道導彈有研究 或者知識 就知道其實很多國家在發展這些核武 或者彈道導彈之前 都是發展太空科技 什麼叫做太空科技 其實太空科技的火箭 和彈道導彈的火箭 那個技術是一致的 所以為什麼開始的時候 很多時候國家用民用的太空研究方式 來包裝它發展這個核武 就是這樣 以前中國大陸的兩彈一星 大家聽見 其實都是這個原理 它不會一來研究核彈和彈道導彈 一來當然是研究火箭 探索太空 其實背後這些民用一下就轉軍用 變成這個彈道導彈 所以伊朗的太空設施 以色列一定要收他皮 而且現在已經是戰爭了 沒有和平的機會 射出了的箭是收不到回來 何況伊朗射了二百多支箭 以色列一定覆卓 問題是幾時和規模 因為內坦耶穆的演說也很霸氣 我們經常都說他對四個國家或者組織作戰 其實他更正了我們 他說以色列對七個這些恐怖或者戰線 同時作田 包括哈馬斯真主黨 胡塞武裝 約達河西岸的恐怖分子 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十業派武裝分子 以及伊朗 原來我們遺忘了伊拉克和敘利亞裡面的十業派恐怖分子 原來以色列同時開拖 這種規模是從來未見的 也是二十一世紀的一個新的戰爭常態 因為如果不是高科技和這種精確的打擊 其實以色列是沒有可能跨境 同時針對七個恐怖組織 進行這些大規模的攻擊 當然以色列的陸軍也是霸氣很強大的 除了向加沙地帶進軍之外 以及現在進入黎巴嫩的南部 我已經說過了 以色列的空軍是史上最強的 陸軍也是九經戰陣 因為幾十年來他們面對這些恐怖分子的襲擊 全民皆兵 我上兩集提過的廚師也是 他根本是預備役的以色列陸軍 所以當時發生了這些國家有爛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回到軍裝上戰場 也有大量的雷兵 以色列這種國家其實每天都會遭受到這些恐怖分子的襲擊 所以一切已經準備好 所以另外他提到呼籲黎巴嫩的人民要在真主黨的手中解放出來 這個字眼其實也是代表黎巴嫩這個國家的悲劇命運 因為以往的黎巴嫩是一個度假城市 尤其是靠著地中海那邊很漂亮的 後來就是因為被這些伊斯蘭的武裝組織佔據了 就跟裡面的基督徒民兵作戰 在八九十年代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經常都聽見他們的內戰 中間其實也發生了很多屠殺的事件 宗教之間的戰爭無人無知 現在黎巴嫩其實是劃地而治 有些像什麼呢 有些像以前中國上海的租界 一塊屬於黎巴嫩政府管有的 有一部分是基督徒的 有一部分是真主黨 特別是南部 就被他們佔據了滑地為這個界 這些全部其實黎巴嫩政府控制不了 裡面也當然有所謂有鬼 滲透了進去 所以其實內坦也胡的呼籲 雖然是一個善意的呼籲 或是最後通貼 但實際上黎巴嫩政府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做得到一早已經將真主黨移離了黎巴嫩 不會讓他們建立他的王國 所以我覺得黎巴嫩這場戰爭一定會打硬 以及以色列以前已經打過 十分屬地形 也是他們的主場 所以我相信是地面戰和打完之後 然後就對伊朗動手 所以趁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如果以色列不一舉 癱瘓伊朗的核能力就老了 因為已經明正言順2006年 伊朗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規定 繼續進行有濃縮活動 也拒絕與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合作 在這一年包括中國在內 美國、俄國、英國、法國、德國 在維也納外長級會議達成共識 一定要伊朗停止有濃縮的加工 在一個大前提之下 恢復或者對伊朗一些正常的貿易 所以這個問題是非常難搞的 結果在那一年的10月 伊朗官方就證實已經安裝了 第二批的有濃縮的工具 即是總共160具 這些叫做有的離心分離機 於是聯合國通過決議 在那年的12月 就決定對伊朗一連串的制禁運 所以他也讓他可以進行 對伊朗的制裁 凌乃,凌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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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乃 凌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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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乃 在2018年宣佈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到了拜登上來 是為了拜登的制裁 在2018年宣佈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在2018年宣佈恢復對伊朗的制裁 到了拜登上來 現在的時間是在日常開放的 因為他沒有任何進展 既然如此 這個合約精神已經不存在 在2020年美國在伊拉克巴格達機場 發動無人機的空閘 刺殺伊朗革命衛隊的指揮官 叫做蘇萊曼尼 這個是川普的傑作 在2020年當晚 伊朗政府就在聲明裏面說 伊朗全部暫停履行伊朗核問題的協議 一定會從此加工加快核的油提煉 所以到今天其實就拍了臉 既然是這樣 內坦也胡根本幕後是有理據 我是替天行道 第一 看美國 第二 看聯合國的決議 加上自己也有加仇國恨 這是天賜良機 沒有理由拜登手振振就叫他不要做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很快就知道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伊朗到底是不是收藏了核彈 還是趕快把他裝上導彈 我覺得可能性是很小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 你現在不動他 他一年之內 兩年之內製成是核彈的時候 你就不能回頭了 你那時候想動都難了 因為他是可以用的 這個戰鬥機 轟炸機 隨時載一兩盒小的 在美國的優質上白宮 他被找到這位派發的 所以美國在加密切注意 以及內坦也胡嘟一心希望 特朗普勝選到白宮 所以這兩個月他不等得到,賀錦麗贏 賀錦麗對以色列是相當有敵意的,到目前為止 所以衛免夜長夢多,他一定會出重手 拜登也是行禮如宜的,他這番說話也想保住他們 美國境內的左翼或者左膠的票 其實實質的背後,我相信他也是支持以色列的 現在真主黨的副秘書長卡西姆向以色列或國際社會要求停火 他說停火之後可以循外交途徑什麼都很淡,這些是廢話 因為早知今天何必當初 當初以色列去報復或反擊卡馬斯在加沙地達進行了地面戰的時候 其實真主黨大可以藏起手,或者是不斷做一些火箭動作就算了 但是他有大規模在以色列的北部配合哈馬斯,希望教訓以色列 但是這些行動當然會被以色列的三重防空系統完全摧毀 根本對以色列來說是沒有毀滅性的打擊 做來做什麼呢?實力懸殊 但是真主黨沒有辦法,因為他受了他的金主伊朗 那麼多水和那麼多武器,你不用 等於我們經常開玩笑說 那個阿公給了那麼多地盤,又給了那麼多工具 西瓜刀、鐵尺 如果真的要動手的時候,你不走 其實真主黨也是被侵犯,被伊朗堆,堆住他出去 但是沒有辦法,現在這樣的情況 以色列已經說了內坦亞胡 他說如果他不能夠在黎巴嫩手中解放出來 即是不驅逐到真主黨,就會遭受滅頂之災 還有,我再次說,其實很多人還在說 很多平民百姓,一樣那樣,悲天敏人,道德高地很容易站 但我經常都說過,在二次大戰,轟炸東京的時候 李梅將軍低空投燃燒彈,一晚燒死十幾萬人 裡面是平民百姓,半個東京成為火害 當時中國的國民,美國的國民有沒有跳出來 卑天敏人,問為什麼李梅將軍,你擲燃燒彈的時候 你不擲準一點,只是擲到軍事目標 怎麼會燒幾十幾萬人,日本的婦孺 他們很可憐,當時有沒有,沒有 很可憐 很簡單,國仇家恨,你去到自己身上 你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現在你坐在一個冷氣房裡,你就在悲憐 那些沙沙地帶的巴勒斯,其實是廢話 其實我可以這麼說,在現代戰爭來說 其實已經死得人少了 我可以這麼說 一晚燒死了十幾萬人 以前東京大空炸,不要說原子彈那些 所以香港呢 在香港崇光門口出現幾個來歷不明的香港人 生口木墨面,握著橫額,走去那些支持巴勒斯坦 恐怖組織和間接煽動香港人對猶太人的仇恨 這個邏輯成立的 因為根據特區政府檢控這班 這個違反國安法等人 只要你在悼念那些721 什麼831 那些任何的死者 或者跳樓 你拿著燭光悼念六四 你已經在煽動香港人仇恨中央政府 所以 8月7日 在崇光門口出現的五個香港人 雖然在悼念巴勒斯坦的死難者 其實在煽動仇恨猶太人 同一個邏輯 第二天 這個行指開始 猶太人控制的資金就走人 或者夾你倉 你就下跌兩千多點 這些是你自己拿來的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信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再次多謝大家的支持 下一集再見 你也知道 現在香港 in a way 也是叫做trouble water 既然我們找到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 都值得 走一走這條橋 我希望 很快有機會 我和你 就成為 在海外 和香港 很多 身處trouble water 的 朋友 和他們搭一條橋 令到他們成為一種遺跡 是吧 閃閃閃 這條橋已經走了兩年半時間 風雲谷的訂閱人數已經超過了40萬 感激海內外的朋友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 為了回饋大家 我們已經進一步加強風雲谷的內容 現在逢星期一至五中五十二點 都會有風雲快信 等大家吃緊眼的時候都可以一攬天下事 而逢一至六的晚上十點 繼續有風雲谷正片 陶先生和鮑Sir會議輕鬆的角度 和大家否釋各種大小議題 還有收費會員專屬的 鳳雲會 和大家細細聲 密密談 現在就來看看最新的精華片段 以前的香港人那陣過來 有決心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即是一個政治決定 我大膽說 司機嫌現在這個搞法 他是一個夠落手禁辣的人 對他自己沒有好處 因為他完全不提起這次暴動的原理 相信國際交易都很注視 黎智英案和47人案是怎樣判的 我們那時候預測到 跟著發生的一連串不幸的事件 不是先知 只不過是少少歷史的經驗和一種判斷 就叫那些人不要繼續下去 見好就收 或者叫做留待好用之心 在某種程度上 十步攬炒現在正在實現 我記得你一集 突然間你很認真去反問 我忘記前面是什麼 你是反問 你們現在是革命嗎 是革命早點出聲 你告訴我 真的革命 一定踩到中共的尾巴 一定會動 因為在他的歷史 和政權的經歷裡面 革命就是要絕對的 是他壟斷的 對嗎 中共就是因為你去完足光晚會 有禮貌 如秩序散場 每個人上班第二天 他才被你搞了20年 《蘋果日報》繼續出英文版 去報道和高調去評論那個 2019和2020年的事件 就是拘捕這些 讀就讀黎智英的短信 他說 馮興乾建議 是辦一個英文版的《蘋果日報》 而且是叫美國的國會訂閱 我認為這個主意很好 你們去參照執行 就是英文版 害死一個人 那個人叫盧峰 其實他不是幫劉細良的 他早就叫劉細良出來道歉 他說劉細良做得錯 甚至他講到 就算你適合都沒有用 因為那個是九十多歲死了的老人家 小生的立場很清楚 最好笑就是 陶傑 老蕭和劉細良 結成同盟 他們要 加上沈旭暉 四個大台 四大KOL 他們要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個不成立 你都愚蠢 那時候 無線 要不需要和麗的 去結成同盟 兩者來講 無論我幫他 或者採取他 都是對這件事 是沒有任何的作用的 因為我的身份問題 所以我這件事 為什麼 我一直不評論 你死了 是吧 新黎新豬肉 你不要以為你的樣子 長得好像MIRROR 或者姜濤那些 肥肥白白 那麼QTY 這個 這個 死人逢智正 他的優勢 就是他的樣子很討好 你知道嗎 你用20點 你又是想把這件事 繼續loop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鮑Sir的Patreon 記得一定要登記 付費Patreon會員 才可以看著陶生和鮑Sir 分別不同的專屬內容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之中 我們仍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看到前面 那條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一起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 一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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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